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节目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到目前配对成功率最高的一期 四个亮相的男生全部配对成功率百分之一百 我们节目组的同事跟我说关注我们节目的网友很多 还有一些网友在我们的贴吧上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还帮我积极的张罗着配对 和这24位女生当中他们认为跟谁搭配最好 在这里我对这些网友表示感谢 但是我的事就不用大家操心了 十多年前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另外一个跟我搭档的光头 他还没有解决 乐嘉老师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光头还没有结婚 乐嘉要不要念在你对我们节目结束的贡献上 我帮你解决 给你拜一个专场 连想都不敢想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我们的24位女嘉宾感兴趣 想了解她们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编辑短信8107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个620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了解01号女嘉宾可以编辑810701 想要查询24号女嘉宾编辑短信810724 也可以登陆我们不不高音乐手机 《非语成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更好的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了 抓紧时间 请出我们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爱验 deste Gee 爱验的 财cen 我们的第一位 财热 财热 男嘉宣 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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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请亮灯 谢嘉 有没有网上关注你的人很多 有没有人说你像小男生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我的心理素数就这么被锻炼出来的 希望你能找到你满意的男生 谢谢孟大夫 短期时间了解我们的游戏规则 每轮24位女生通过爱之初体验 爱之再判断 爱之终觉醒三观 来了解同一位男生 在此期间 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 灭灯表示不愿意 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 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 同意则速配成功 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 此男生必须离场 三观之后 仍有多位女生亮灯 则全力逆转 男生将有机会 主动挑选自己新一位女生 我们的节目 为所有冲关成功的男生 还特别提供约会基金 根据场上亮灯的情况 进入男生特权的时候 一盏灯100元 如果24盏灯全部亮着 我们将提供双人欧洲 十日游 不要说这个可能性没有 上一场就有一位 第一个出场的 差一点24盏灯全亮着 我们管前的制片主任 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全亮着 他就要掏钱买单 送他们两位去欧洲了 大家加油 我们请出今晚第一位男生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明磊 大家可以叫小磊 各位美女们好 欢迎你 张明磊 还没有介绍岁数 今年23岁 23 看一看对面24位 最让你心动的 那个女孩是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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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能不能请出他 要看你能不能走到男生权利 好吗 OK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24位女生对新上来的张明磊 有什么样的第一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21盏灯亮着 相当不错的成绩 以前看过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吗 看过 这个成绩令我非常惊讶 好 孟非我问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五霄 你是不是觉得他选的是你啊 我刚看你水脚浮现出来一丝诡异的笑容 他们讲是选我 然后 然后我当然要站站自习一下了 是吧 这也正常 对吧 因为我看到他最后那个目光定格在那个五霄身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 他们都是老运动员 很有经验了 是吧 我问一下 琳娜 为什么把他灭了 不喜欢这个长相吗 不是不喜欢他的长相 因为他的年龄 23 我不是太喜欢 还有就是 他的衣服我也不喜欢 你不喜欢23 这个年龄是和你不太般配 还是这个不喜欢这个数字 我本身也是23 所以说可能心理年龄他可能会比我小 这样 你喜欢比你大点的 孙虹 对 你满意吗 这个形象 很喜欢 可是你比他高那么多 你不担心他有心理障碍吗 没关系 我可以脱高跟鞋 我也不矮啊 好的 我们为这20位还亮着灯的女生 我们来看他的个人基本资料 我是一名自由摄影师 这就是我的器材 这是我初学的时候用的 不过现在已经老掉了 这个呢 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 也是最贵的 也是我最珍惜的一个 每个月收入大概 好的话 八千多 差不多 然后淡季就可能 差弹一点 淡季有可能一个月 到四五千 上几个月 在北京买了一套房 家里也资助了 资助了 然后 剩下的我自己带着 为什么这个片子放完了 有气转能灭了 你平时讲话声音都那么慢吗 语速都这么慢 没有 因为当时采访的时候 是我刚睡醒 我觉得头脑不太清楚 你讲话 因为搞到收入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收入不太稳定 可能 还要去思考一下 需要思考吗 你会不会觉得 别人听上去 那个四五千听上去 像假的一样 我觉得我要按实际说 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 对 那个 有些事情是隐瞒不住的 好像 他说话的时候 有一点 犹豫 我不喜欢 做事太犹豫的男孩 他有一点点面 我会觉得 对 你那说话的语速 不像23 像63岁 说那么慢 没有我没说 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的名字吗 好啊 其实我就姓韦 我是中国人啊 我就姓韦 然后叫多利亚 我妈妈给起的 能见 能告诉我们 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这么时髦 我妈妈是 你猜猜 给我20分钟时间 我妈妈猜猜 好 我们继续多一点了解张明磊的情况 看短片 北京冬天是比较冷 出去不开外景的话 实在是不最好 辛苦归辛苦吧 这是我的工作 他能给我带来快乐 也能给我带来收入 最近有一个打算 就是特别想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当我手里边赚了更多的钱的时候 当我的技术更强大的时候 我觉得到那时候 我会去建一个好的工作室 马诺 为什么 我不记得你是在什么时候灭的灯了 为什么不喜欢跟你工作 有这种关系的职业 不是 其实我就是不喜欢他碎面 跟他的职业没有关系 也有 因为要拍很多美女嘛 我想问他一下 你是平时拍人物多 还是拍景 还是物多 人物 都要拍风景 谁买单呢 对啊 他说要做工作室 然后肯定是美女 然后你喜欢拍什么样的美女 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张明磊身边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他的 来看短片 因为我说句玩笑话 其实他人挺神精致的 他是怎么神精致的 自己没什么会研究一些非常 稀奇古怪的东西 比如说 看看人家电视里边 学那个BBOX BBOX学得特别好 然后他就自己也刚才学BBOX 但是学得特别大 我不语 然后这边一边抽啊 一边喜气 一边叫 这有没法形容 你们还是想听 我好像还是用现场学的 他睡觉就是属于那种 只要你不觉 他能睡个一天夜 应该没什么关系 这还是建立在他不累的基础上 他要是累了的话 也许能再多睡一点 还有八盏灯亮着 吴立敏 你是我们这个台上 海拔最高的一个女生 你觉得和她走一块 你没有担心这个高度的问题 我无所谓啊 最主要看她 因为有些男生会有压力嘛 我没关系 你多高 你猜猜看 一米一米七四 你你你眼睛有问题吗 你眼睛有问题 你姐 绝对有问题 再加一点吧 一米七八 再加一点 还加 加 一米八零 再加 八一八二 八五 这个小蕾 小蕾我问你一下 你对丽敏有兴趣吗 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挑逗她 去接她的话 我觉得她身高 不 因为你这样问她的话 会很容易让女孩以为 你对人家有兴趣 到最后你不选人家 人家会非常伤心的 你干嘛要去伤害别人 我这个 我讲的是事实 你知道吗 就是你如果对她没有兴趣 你为什么要接她刚才的话 你可以不用回答 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今天乐佳 有点不太正常 这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 我看到乐佳表现的 最有攻击性的一次 谢点谷有话要说吗 我从开始到现在 我就一直很含蓄 我就希望你可以看到我 然后因为我觉得男生 会喜欢含蓄一点的女生 我不能太奔放 但是我现在顶不住了 我要让你注意到我 我就是喜欢 我觉得你好可爱 我看着电视 会自己在那边说 我可以想象到那副场景 就是你在那边这样 你可以现场来一段吗 B-Box B-Box 那是拿不上台的东西 来来来 听到掌声 我们就喜欢听这个 才艺表演那一段 在才艺表演死了好多人 那我就学我在马路上 跟我同学瞎掰的那一段吧 好 网络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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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大家 这个 这个 他就比那个前面诗人聪明 那诗人念一句 蹦 一段 他愣是坚持着 把他那个常诗念完 最后死在那个上面 他一看那个趋势不对 从八到七到六 他那个B-Box的表演就结束了 现在乐嘉老师还有什么 稍微温和一点的问题 可以问他吗 其他东西没有了 但我觉得你有一个特点 就是 你比较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今天那个台面上 刚才你那个介绍 什么收入的时候那么慢 刚才维多利亚 不是维多利亚讲什么 你像老年人 其实我觉得你有点 有一点点做作 这个做这个词 听上去可能有点词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你特别在意 别人的一些评价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色教学 谢谢 你获得了由我们节目中提供的 六百元的约会基金 下面要做的事情 很刺激 就是走上去 把六战争当中灭掉四战 然后回到这里来 快 我记得 有奏 有奏 逐步 賀 来,16号,10号,请处理 现在我们可以来猜一猜 他一开始让他心动的那个女孩 是不是如同我们一开头那几个女生议论的 是不是伍霄 因为乐佳今天说伍霄在他 在张明磊摁完那个心动女生之后 嘴角浮起了诡异的笑容 他们都猜是伍霄 到底是不是 看大屏 是伍霄的邻居 14号 有请 参议,你这是第几次出来了 我想说我难得做一次心动女生 我容易吗 好像不是难得做一次了 男生特权的第一项 三位女生的基本资料有十项 你可以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看大笔 最后一项吧 讨厌的男生类型 我一看选这一条的都有点不太自信 这是我的感觉 我们不用问乐佳老师了 我们来看对这个问题 三位女生的回答是 斤斤斤计较的男生 没责任喜欢劈腿的男生 这话我特耳熟 他上次对这个答案一直是有管用的 说脏话的男生 好 想要继续了解一下吗 不过讲脏话嘛 你很喜欢 不是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有时候也会讲脏话 不用在这里展示了 不用展示了 我不会展示的 好 你的下一个权利是 对他们三位女生 你可以提出最后一个想要了解的问题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能给对方多少的自由 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欢迎 我也是 这个完全给你自由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喜欢管着男生 常识 经验告诉我们 那两位对你好像没多大兴趣 就是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你爱回家不回家 这尺度太大了 他的潜台词是 那我想要多少自由 你也要给我多少自由 晚上几点钟回家 回家不回家 你都不要管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在网上有句话说 爱情就像手里的沙 你握得越紧 它流走得越快 所以不敢握我太紧 你知道吗 想试一样的语言 就怕从指甲缝溜出去 对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以后开工作室 如果拍美女的话 我们 如果是我的话 能不能站边上看你拍 我拍呀 我拍你不就完了吗 她要跟你过日子 你成天拍她喝西北风啊 把她拍漂亮点 没有 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她在外面赚钱拍美女 然后回家拍我 接下来 到你做选择的时候了 三位女生 你是坚持选中间那位 你的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如果选边上两位 你可以顺利地带走一个 现在请你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 个子最高的 孙宏恭喜 来 我爱你不分开 我爱你不分开 一开始 其实没有 没有怎么注意她 然后我记得 第二 在我的个人资料展示 第二个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感觉我挺好的 那个眼神投过来 我就感觉 我觉得 一见钟情 开始一上来的时候 然后对她印象就很不错 然后 挺喜欢她的职业的 找一个摄影师 当男朋友挺好的 可以把我拍得很漂亮 然后拍起来照来 也很方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我们的 24位女嘉宾感兴趣 想了解她们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编辑短信 8107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个620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了解 01号女嘉宾 可以编辑810701 想要查询 24号女嘉宾 编辑短信 810724 也可以登陆我们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语尘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更好的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有请下一位男生 大家好大家好 请示范好 大家好 我叫徐家伟 名字叫 我英文名字叫Eric 然后我今年28岁 谢谢 欢迎你 徐家伟 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有一个英文名字 你的工作都跟老外接触吗 是这样 经常 经常是这样 对 然后还有一些party 就是全都是 有一些这样的活动 麻烦你前面跟我讲话的时候 少用英语单词 我的英语小薛水 我误会你的意思之后 会有很大的麻烦 好 那边坐的一个 比我还厉害的人叫乐佳 知道吗 好 那边24个女生看一下 最让你心动的是哪一位 我决定好 就可以 就可以 按一下这个数字 能不能使用 能不能进入到男生圈里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于斌你要说什么 我特别想问这男孩 你戴着墨镜看得清吗 可以啊 可以 真的吗 你能把墨镜拿下来吗 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尊重吗 孟非你知道吗 他刚才选心动女孩的时候 他一直在舔嘴唇 不停地在舔 我觉得好恶心 你觉得那个动作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挺猥琐 真的 我觉得很少这样说 但我刚实在忍不住了 还有我想请问你一下 男嘉宾不好意思 请问你这一身的重点在哪里 帽子吧 你的重点在你的鞋 还是在你的衣服 还是在你的帽子 还是在你的墨镜呢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这样 我觉得你这造型特别像那 在我在这 在这 举手 在这 吴远军 我觉得你这造型特别像那 旧上海的时候 那扒手的那造型 你知道吗 真的 你们还有谁要说话的 马诺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直接下去了 真的 等一会儿 先不用回答他 来 我们看一下 24个女生 对她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你要坚强 这不是最差的成绩 我告诉你 最差的就直接 全部一片通红 就结束了 这个应该来说 算中等偏下一站 但是有的时候 第一轮只剩一盏灯 幸福到最后 会非常愉快的 有浪漫的离开这五赛 有过这种情况 他们刚才的表现 也不是最恶毒的 还有比这些更过分的 人家都挺过来了 知道吗 好 这一轮我就不要再问什么了 刚才你们把想说的都说了 这小伙子还坚强地站在这里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给大家掌声好吗 现场 我们来看她的 为这七个亮灯的女孩 看她的个人资料 大家好 我叫徐家伟 我是上海人 今年28岁 我现在呢 是职业的婚礼策划师 我加上呢 和我的公众一起来 经营了一家罗马假日 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婚礼公司 那么讲到我喜欢的女生的style 我特别喜欢那种 会作的女孩子 作代表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老领的东西 三个 还有三个 维多利亚 她喜欢会作的你属于这一类吗 不是 我想按梅拉吉 我现在可以按吗 对不起 你回答完了才按好吗 给我个面子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忘了 再说一遍吧 谢谢 我也谢谢你 就是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说 她很喜欢很作的那种女孩 你属于这种类型吗 到底什么是 谁能够解释一下 你再解释一下 给你三十秒钟时间 给他们解释一下 为这三个女孩解释一下 什么叫作 我觉得作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 态度 你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逆境和困境 然后我觉得 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 是应该乐观向上的 也就是说 作死吗 作死的作吗 绝对不是 我知道 我猜有没有人会说这话 她太有阿Q精神了 不是 因为这是我们方言 我以为她说作死 作死 不是 不是 还有一个 作怪 作怪 这叫作 这叫作死 就是自找的意思 我们大约 我们大约理解了 但是不太好表述这个词 是这意思吗 我再说两句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 她的 她理想中的女孩 在这种 对生活有这种美好的态度 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的用词非常不洽 我有点接受不了 对不起 很遗憾 灯全灭了 再见 好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等一起走着 这个可能是我的这个着装 打的 本来的那种 那种气质 给颠覆了吧 虽然没有被调整 但是觉得 一有未尽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可能还是会来 然后就这样啊 这个后面的选手 多多加油了 有请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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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文智超 今年30岁 欢迎你 对面24位女生 抓紧时间看一下 我觉得你这一身装束 应该是那种 非常的稳重 也没有任何地方 特别夸张 或者说造成特别不舒服的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 现在不知道 她们怎么看 你先看看24个 你最喜欢谁 不要眼睛盯着那个女孩 摁这个 她们都知道 能不能把她请出来 要看你能不能坚持住 挺到男生权利那一关 有信心没有 我的信心来自于大家 多温和的一个男孩 24位 对她的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小伙子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是这个台上 到现在为止条件最好 最优秀的 但是这个成绩 应该来说是 迄今为止 应该并列第一名的好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武肖 你摇头干嘛 我觉得他挺没品的 那个是漆西的标志吧 一件灰色的衬衫上面印这两个 然后里面搭那种很廉价的衬衫 我觉得挺别扭的 而且我好像隐约看到他的头发好像是染的 里面肯定有白头发 而且他30岁觉得他这个妆容肯定不符合他这个年龄 有可能你平时会不是这样穿 但是今天上节目 我觉得如果你很正式的话 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人 上节目不应该穿成这样 你30岁的年龄 穿得像13岁的孩子 他的装束让你那么不舒服吗 杨文君 你是在骂街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我只喜欢他的态度而已 所以我忽略了他的着装 不知道牌子是什么样 但是这个廉价不廉价的衬衫 只要穿得得体大方就OK 我觉得他黑色配外面灰色这样一个衬衫 觉得挺搭的 而且真的他的礼貌感染了我们22位女生吧 但是吧 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基本资料 我叫温之超 是安徽林碧人 现在一个人在南京工作生活 我来南京有三年多了 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 做的主要是文字类的工作 虽然上班的时候很忙 但是我感觉很充实 我很喜欢舒适整理房间 我喜欢把房间舒适的种种气息干干净净 即使在降落的地方 我都会想方设法把它变成一个温馨的家 因为我一直认为 如果你想要生活的精彩 不在于你是情人还是妇人 而在于你是否应兴 更不容易 20亿的 来我们想 马亦密 那个短片看来有什么感受 其实从他刚开始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能给女生 特别安稳爱情的一个男人 他懂得用心 而且他给人感觉很朴实 很真诚 我非常喜欢他 这话从马亦密嘴里说出来也让我很感受 赵银新 我觉得他也是看着第一眼就感觉是一非常诚恳的男人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他那个长相也不像是那种 就是我们单位那种 就没有那种倾向 你不要 你不要看什么都用你的那个职业的眼光去看好不好 谢谢你 我觉得 我觉得我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嘛 他很喜欢收拾房间 把房间收拾得很整齐 这也看出 他对他以后的人生是非常有规划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是体现在细节当中的 所以我对他也觉得这男孩子不错 今天我们在24个女生所表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让我也小小的意外了一下 谢佳 我觉得你是一直很喜欢低调的男生那种状态 为什么你把他的灯灭了 虽然我喜欢低调的男生 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人的生 就是所有的生活态度我都接受 我很认为用心生活的态度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说拍的那个是你的房间吗 是你个人的房间 是的 你都30岁了 你的房间还是那个样子 你怎么娶媳妇 我是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戴文君 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除了打扫房间 好 我们来多了解他一下 还有15盏灯亮着 看下面的短片 我今年30岁 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开心的婚姻 现在有一个女儿 现在可以前妻复养 结婚时不比较早 我们老家可能都有这个传统嘛 加上当时的父母也在此 那时候他不懂事 短片放完所有的灯都灭了 这个短片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 他有过一次婚姻 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从灭灯的情况看 所有的人 没有人能接受这件事情 是这样吗 余秉 是的 因为我觉得台上的还都跟小孩子差不多吧 性格 然后怎么去领着一个小孩子 我觉得工作还可以 但真的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口角 真的是这样 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做好当别人后妈的准备吧 其实对于他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这个男生其实挺不错的 很踏实给人感觉 我不能改变他们24个 但是我希望你能改变你自己 希望你能过得更好 OK 谢谢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会显得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这样的生活 这些姑娘们可能就说年龄可能相级就要小一点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 我一起有过婚姻经历的人 我们俩都是很接受的 不能理解他们 真的 赶快请出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李佳 今年29岁 李佳 欢迎你 最让你心动的 有决定了吗 我决定了 我们希望你能走到男生权利 请出这个女孩 谢谢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24位 对这一身黑的男士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这个场景算中等 我觉得那边那几个好像恩的时候气势汹汹的胡元军 不是 我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后现代 其实后现代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三十世纪以后他这长现特别的流行 你还是等到三十世纪以后再出来找媳妇吧 你不用你不用回答 你也可以回答 也可以不回答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不是一个善于修饰外在的人 但我更注入于内心的修饰 鱼冰 内心的修饰是很重要 但是外表咱也得注意点 是吧 有可能他非常紧张 我感觉他上来的时候是顺上来的顺拐 他不知道手放哪里的 我接着我们的十号新上台的十号 盐盐盐 我觉得戴眼镜的有点猥琐 你一下得罪了两个 这个台上的主持人也戴着眼镜 没关系 我们应该握个手 你挺住啊 李佳 我是乐佳 乐佳老师你好 我你李佳好 所以这个因为大多数第一环节 这些人都是以貌取人以色取人的 所以你能过第一关后面就可以了 好吧 好谢谢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李佳 今天29岁 佳在北京市长安区 我呢 是工作单位在我家里的一个 就是机家工工厂工作 月薪3000元左右 自己有两套没有贷款的房子 一辆车 我平时的爱好 我喜欢看书 然后看一些心理学和哲学 以及历史的书 其实看书这个爱好 也是跟以前的那段感情是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时候吧 就是分手之后呢 就感觉一下子就是 你人就空了 你不知道你应该寻找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后来就是看了很多这个 哲学和心理学的书 他指导了你一种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像我比较喜欢看的书呢 是《老子的道德经》 它呢就是其中有一章 我最喜欢的就是 上善热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它指导的是一种做人思想 就是像水一样 做有利于万物的事 但不予万物争利 这也是我 我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观点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说的 指的是 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可以 将统治者 就是 推到一种高度 也可以 推翻统治者 这个是我当时看史书上讲的 我问你一下 但我不知道你问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两个刚才对话 像致力问答 他说这句话 你知道他说这句话 想说什么吗 他想表明什么 然后你就在解释 你怎么知道他要让你词语解释 老师好 就是我有这种习惯 你不要老师说老师好 老师好叫 老师好没有用 讲了好几遍 还有马屁没有用的 没有没有 我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就是说有人他说到一个历史典故 我就立即会蹦出来 这个典故是谁说的 那你是在卖弄吗 不是卖弄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解释 为什么不等他把话说完 习惯 你可能是在念书的时候 被老师迫害的时间太长了 有习惯 一问到这种东西 立刻解答 好 实感能量成绩不错 看下面一个短片 我第一次献血 实际上就是 是一个很可笑的年度 我现在讲的 就是那时候就是献血呢 他是给巧克力 然后因为我的女朋友 然后我觉得 献血给的巧克力 就是很有意义 然后我就把那个献血巧克力给他 然后后来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从2000年到2001年 就到现在一直在献血 按他那个祭祀算的话 是140次的 139次 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体上 有用的器官都可以捐献 比如说角膜 我已经申请过 140磅捐献角膜了 还有就是 我会把自己的遗体捐献 给医学研究 不会留骨灰 08年地震的时候呢 我到了文川英秀 然后做了一名志愿者 就是作为我们年轻人 应该去见证这些历史时刻 然后用自己的双手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九个灯亮着 你是我认识的 献血次数最多的人 跟我们说一下 你最近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的 10号还是9号 上个月的9号 就是一个月前 也不是 我是身体条件好的话 有时候就是不感冒 然后身体条件很好 我就可以去献血 维多利亚 你对这样一个爱读书 把献血献了一百多次 把自己角膜也愿意献出来的 男人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而且是有责任感的年轻人 夏燕刚才有话要问 首先我觉得他很善良 但是他不管是看书 还是献血 还是做什么 他都说 他是受上一段感情影响 我想那段感情给你带来影响那么大 你准备 真的准备好 要重新找女朋友了吗 这个问题很实在 很有针对性 是这样的 去上一段感情 已经到现在是有八年了 那么就是说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你这八年都是一个人吗 对 继续 我要求就是说自己的思想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能够静下来 然后让自己修饰自己的内心 当然可能忽视一些外戴的修饰 我的审美观可能和你们并不一样 就是说你感觉我可能是来自三十年代的人 这个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一颗善良的心 一颗热诚的心 除了胡元君一个人讲你从三十世纪以后来 没人这么说 你现在没有必要把这个对象给扩大 还有很多人支持你 这个话题也不要岔开 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这八年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为 是因为你内心很痛苦 所以你每献一次血 你的痛苦就会少一点 因为走不出来嘛 只能通过献血的方法来缓解 这个理解很别致 叫爱多一次 痛多一次 有这个根吧 对 然后这是一种平衡的一种方式嘛 老师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但是后来我又就是申请了其他的项目 但是就是已经是一种思想上的升华了 我认为我已经走出了那段痛苦 我把这种痛苦转化成了一种 对社会的爱和关心 或者说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对社会的责任和有义务 你没有必要上《非诚勿扰》的节目 你继续八十年一个人独身好了 干嘛要上了 你前面讲的话讲得多好 这个话一听 听上去就有点虚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有兴趣的知道这八年当中 你怎么熬过来的 对你没有 对你如何熬过来的 我有朋友 不容易啊 对你有朋友是吧 对 来我听听他朋友是怎么说的 看下面个短片 李嘉这个人的特点啊 就是概括为四个字 叫人见人爱 当然这个贱是 辈子拍那个贱 他这个贱的来源是来源于哪啊 主要是来源于这个运气好 这个他这人的这个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路上贱能减什么 经常是我们我们几个朋友一块走过去 然后谁都没看见 他一回头就减一油盘 一回头就减一MP3 他有句名言在走路不等东西就算丢 而且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 他我们有一些策略性的游戏 他不参加 他不玩 然后他就玩那些用闪子啊 那个这个抓牌啊 这种运气性的特别大的这种游戏 然后呢 他玩这些游戏 他总是能赢 而且呢 他见着人就见着 他赢了以后特别嚣张 这个让我们真的很想上去抽他 徐玲 现在就剩你一个人 还灯还亮着 告诉我 你们你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 我刚才也没有注意 突然我一转眼的时候 发现灯都灭了 不过我觉得他能捡到东西 也是算运气不错的一个人 万一哪天在街上捡到几百万呢 你就为这个 你就为这时候坚持到你现在 我好失望 我想说他是一个 拥有善良心的一个天使 这样落到人间 但是他生活在他的小宇宙里 现在就剩下徐玲 灯还亮着 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乐佳老师给徐玲还有什么建议 我不给徐玲建议的 我倒是给他一些建议 因为陷了144血的兄弟 李佳的话 如果下回再有类似的机会 参加这样的节目 或者你跟女生在一起 其实台上这些女人都非常难弄 你知道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其他前面全部没有问题 就你在解释 你这八年当中 没有女人的过程 要很小心 你必须要有个合理的解释 这八年当中 为什么你没有女人 我能解释一下 来你不用解释 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解释了 没关系 因为你刚才的那个解释 会让这些其他的女人认为 前面那个人 对你一生一世非常重要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 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取代那个人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很策略 否则的话 你以后会一直在这个漩涡当中 继续深陷下去 而且你自己会受伤害 我真没想到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本意 这就没关系 我很怀疑的就是他的本意 徐琳 为什么在最后听了乐佳的话 刺激到你哪根神经了 不是 我觉得乐佳老师讲的话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那个八年的时间 应该是一段 非常令人然望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觉得乐佳老师的话 是一句很好的忠告 所以我决定灭了 就是在你的话说完了之后 徐琳最后崩溃掉了 对 他在把他那八年的时间放大 他在想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给了他多深的感情 给他多大的痛苦 他能八年沉浸在里边 难以自拔 最后实在万般无奈之下 来到了《非诚勿扰》 所以他在想 他能不能有这么大的 强大的感情 能够取代前面的那个女人 所以最后很遗憾 谢谢 可能过多的注重于修饰内心 而就是不在乎这种 迈在这种修饰 我觉得我可能已经 就是与时代落伍了 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我还是会 找到自己真正 所向往的 和心意的人 祝福这个 那么具有爱心 陷了一百多次 选的年轻人 喜欢哲学 以后更多的思考一下 人生 祝福这个善良的人 抓紧时间请出 下一位 请出 下一位 二十四位女生 你看一下 最让你心动的是男生 希望你能把他 要走到男生权利 要走到男生权利 谢谢 谢谢孟范老师 有没有权利 你现在卸我太早了 当然有信心了 好 二十四位 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请考虑 请选择 杨文君 没啥 我就觉得 他的条纹的 那个衣服挺不错 我新买的这件T恤 跟他很像 几分 谢谢 谢点粉 为什么把他灭了 它不是我喜欢的 那种类型 有没有什么理由 我不喜欢这种小脸 有点尖嘴猴栽 很多明星 现在脸都非常小 那些日韩 韩剧里边 这种明星 都巴掌脸流行 我不喜欢 我觉得男孩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 大脸 也不要大脸 就是要额头宽宽的 这种 隔壁脸 好 我们来给这13个 亮着灯的女孩 看她的基本质量 嗨大家好 我叫陈健 今年28岁 我的父亲是一名商人 母亲在家务农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 他们都在书桌工作 过去至今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企业 从事质量管理的工作 目前我的年薪是6万左右 但我相信会更好 我平时没有特别多的爱好 休息至于会在家里 看看书 听听音乐 打扫打扫卫生 我这个人对自身的要求 比较严格 家里会思考保持洁净 当然每逢周末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 我会到球场打球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 运动 流汗 然后好好地休息 徐玲 你对她的条件满意吗 还可以啦 因为她刚才说 她作息很有规律嘛 所以我觉得 她应该是一个对生活 也很有规律的一个人 人生规划 也比较有规律吧 应该 是吧 谢谢 而且是这样子 谢家为什么在三号说话的时候 把灯灭了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她的行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她在往这边看的时候 并没有把脸测过来 是用斜眼看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大家不认同她的时候 她并没有点头 而刚才徐玲 刚才说了一句 有比较认同的话 说她点头了 证明这个 还是有一些 她只接受自己的感觉 她只重视自己的感觉吗 对 我认为是比较重视自己的感觉 好 到现在为止 七盏灯依然亮 来我们多了解一下 再看多片 我的恋爱官是呢 找一个女生 认认真真的谈一次恋爱 并希望一次性能够成功 同时走入婚姻的殿堂 古话说 先曾家后立业 而我的分头格言是 先立业后成家 我立业的定义是呢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比如说 有自己的房产 有车质 这个车质是四个轮子的 现在的我呢 已经具备这样的一个 基本条件了 所以呢 我想找到一个 我自己的另一半 从现在亮灯的情况 还有五盏灯亮的 应该不错的 这是你所有的资料都看完了 从感觉上 那徐灵他从前一个灯一直亮到最后 现在亮到最后 我觉得也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愿望 能够在今天能够配成 那么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们要请出乐嘉老师 有什么给他们的建议 对于新派的交友节目来讲 之前的很多男生可能是找女朋友的心态会更重 但是可能成见是正个八九想找老婆来的 所以如果在场的女生 你想找老公 她是人选 你这话说的 大家都是为了找老公 找男朋友来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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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问我 就去选舞弧跳弧 谈恋不是应该顺其自然的吗 他这样很偏执啊 找了女朋友就一定要结婚吗 这应该顺其自然 有好的结果 当然好啊 他不想浪费时间 我强调一下是说呢 我是想认真的谈一次恋爱 并不是说一定要结婚 那你的意思是别人不认真啊 你的意思是别人不认真啊 没有说你错啊 对啊 男生应该大度一点吧 杨文军说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应该一直反驳他 对面那个11号在说话 对啊 你干嘛一直那么激动的反驳他 他只是表达他自己的意思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大反应 到了这会儿 我们应该保住这个吴展征胜利的成果 广东有一句话叫什么 广东多丑多 很危险啊 不要讲了 现在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你获得了我们咱们提供的500元的约会基金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上去把这五盏灯当中灭掉三盏灯 然后回来 你支持我 有请二位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一开始选中的那个心动女生的号码了 看大批 12号杨文军 来 你的第一项男生权利是三位女生当中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可以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看大批 选家庭背景吧 家庭背景 来看对这个问题三位女生的回答是 爸妈都做生意 这是盐盈盈 父亲在铁路局工作 母亲是家庭主妇 这是杨温 父亲是食品公司经理 母亲退休工人 还有下面的一项权利是 你可以向他们三位提出你最后一个想要关心的问题 逢年过节我们一般都会给父母买东西 那如果说父母因为可能会说不因为我们都花很多钱 那他如果说跟我们说不需要买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三位你们的会怎样选择 那当然我这边有四个答案 那我是供三位选择一下 那第一个呢就是直接就不买了 那第二个呢可能是会跟父母去商量 然后去说服呢 说服父母之后再买 那第三个呢 这个是表面上去不发表意见 那最后呢还会是买一些东西给父母 那最后一个选择是回去给现金 谢谢 我会买 因为怎么讲 我父母就是做生意嘛 从小就很 就很辛苦 然后就自己苦钱了 我觉得应该会给父母买一些东西 我一定会买 而且我会回忆一下我妈最想要什么 不管多少钱我一定会买给她 一定不会跟她商量 我觉得买东西其实只是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对于父母而言 他们需要的不是你金钱上的给她的支持 他们需要你能够在心里面想着她 所以买不买东西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能多回家 多一些时间去陪陪他们 到了你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你是坚持选择杨文君 你有可能被拒绝一个人离开 选择边上两位 可以顺利的带走其中一个 请做出你今晚最后的决定 我选择 盐盈盈 有首编的 恭喜你 来我们掌声 恭喜他们 其实他选择我我也不知道他会选择我 因为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我最后选择这个盐盈的话 我是感觉他是一个应该是比较 孝顺父母从过程沟通来看的话 并且呢这个 我看的是比较顺严的吧 我觉得他看起来也挺顺严的 男生就比较老实的这种内心 我爸妈应该就是喜欢这种内心的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我们的24位女嘉宾感兴趣 想了解她们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编辑短信8107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20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了解01号女嘉宾 可以编辑810701 想要查询24号女嘉宾 编辑短信810724 也可以登录我们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更好的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的报名方式 出现在屏幕的下方 感谢世纪嘉宾交友网站 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收看